新发布的培育壮大市场主体30条措施 关注了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 对企业发展所需要要素全方位覆盖 更加注重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作用 与此前的纾困解难30条相互支撑形成组合权 两者应该是一个短期的这种企业的救急的问题 那么现在的这个政策更多的关注长眼的问题 关注我们企业成长的问题 关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那么两个人一长一短的 能够应该把当前的短期问题 跟长期发展的这种增长的问题 相互结合打到一个政策的组合权